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北方人爱吃饺子是毋庸置疑的 北方各地都能把饺子做的各具特色 酸汤水饺在西安很常见 味道很有西北特色 今天来的这家在方上很有名 据说开了三十多年 只做牛肉酒黄一种馅料的 在新疆吃饺子都是按个儿算 一下换算成精良还有点懵 后来在店员的引导下 我们俩人要了四两饺子 饺子下是酒黄牛肉两个 这个汤真的好夹啊 四两也就是24个 有点怀疑这家店是不是南方游客光顾比较多 店员习惯性的推荐少量 平时吃干饺我一个人就能干掉二十个 更何况同桌还是难事 西安这边好像吃什么都离不开油泼辣子 但是它那么多油泼辣子 不辣还特别香 但是没有汁嘛 酸汤水饺最注重的就是这碗酸汤 醋 牛泼辣子 葱花 香菜 用滚烫的饺子汤一浇 那味道美得很 吃这碗饺子好开胃啊 这边饺子好像就是四两起来 一两还是六个 四两是24个 在新疆我们吃饺子是温热的 然后这边一按这种斤两蒜的话 就有点糊涂了 反正来回民街这边吃饭吧 这样都减少一点 这样一次性就可以多吃很多东西 因为还不变得美食是带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吃饭 另外一又我们够吃 就是在整个粗です 有的时候吃饭 自己都干凉获 那边有的时候 还是要吃饭 因为我才发现 好梅 我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